四两拨千金 名为 我去你 五点编 第二项五亿比拼 开始 今天我用我苏家的绝学费 小三子 你方才有恩于我 我很感激 不过苏公子从小习武 此局凶险异常 你还是放弃吧 没事严重 正和我最亲 有些皮痒痒 这苏公子 可是出了名能能挡 对 这回这小子可惨喽 可不是嘛 我苏家的绝学 讲究东烈三九 下烈三福 日日游锤灌顶 铁齿开类 杀人于无形 四两拨千金 名为 我去你 五点编 你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不讲我的 你在墨界 天都黑了 大家都赶着回去吃饭呢 我宣布 杨公子偷袭犯规 这把苏公子射 我去 你吹的哨 比东京奥运会都黑啊 太黑了 就是 此军明明就是小三子赢了 小三子赢了 小三子赢了 闭嘴 分明是他偷袭 可见人品堪忧 将此人招入府中 无异于世 以狼入室 下军必须要 否则就被抢人了 财艺比拼 开始 我必须得使出绝掌了 家庭选拔大赛第三项才一比拼 有请齐胜 王老爷子跟苏公子对异 您是齐胜 您先不走 老朽从不欺负小孩和晚辈 你快下吧 那恭敬便不如从命啊 好奇 好奇啊 出神若化 老朽甘拜下风啊 行了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岂乃人品之画境 只有向苏公子 人品俱佳 才能瞎住此起 你赢的都掉了 什么呀 后颜无耻 你看 你看钱都掉了 钱都掉了 你看 我去 这都行 不要脸 这也太假了吧 承认 承认 才艺什么 太无可怕了 我必须得使出绝掌了 这是什么物种 就从来没见过 我还无耻啊 我还无耻啊 说不出来 反正就是好公子 我宣布 本轮比赛 苏公子上 多谢伯父 从此往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严家欠苏家的银两 便不用还了 从现在开始 我就找个高人 你定一个良辰吉日 好 这有点耍赖吧 我们又不下 分明是这小三子 更生一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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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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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们合格 别说了你们了 白群 非强人 不要 高大人到 拜见高大人 给我下的工资 好不好 我却黑折 拜见高大人 把这毒害 我堂地的他国奸细 捉拿归案 我早就说过了吧 他不是什么好人 姐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你帮帮求求琴吧 闭嘴 说话 是要讲证据 证据 在文朝 我的话就是证据 来起 好 看你的了 九千岁到 拜见九千岁 我看谁敢动他 我去 白痴 老大 我去 老大 我敢夹了你了 我去 白痴 你都穿越过来了 穿越到死太监身上了 老大 那天我看见你一不见 我一着急就跟你一起穿越过来了 谁知道 穿越到死太监身上 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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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岁 此内我高加家事 您不方便多管吗 长嘴 那 生子呢 我去 声音都变了 奉天怀孕 皇帝造杯 谁若动他 我别弄你 这 这生子怎么奇奇怪怪的 听见没 还不快滚 你给我等着 小姐 您看我做严府家丁之事 明天就来严府报道吧 好嘞 老大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哎 哎 皇大 人 我给你带过来了 你就是皇上 感谢刚才下旨相救 免礼 回去之后 给我下的工资 好不好 我去 黑折 我去黑泽 老大 既敢冒犯皇上 我去你了吧 黑泽 我说你小子 穿越当皇上了 老大 好担心你啊 我想死你了 事愈怎么样 您都瘦了 有没有想法 我说 就你小子幸运 就你小子穿越当皇上了 老大 这皇上给你当吗 鬼祭太多 烦死我 我没想去 我要去炎府 做一名嘉兵 炸丢 这炎家小姐呀 咱们和炎总 是一模一样 有可能 是他祖先 莫非 是传说中的 他下人 看我边儿吧你 哎 我说 那天朝堂之上 你俩为什么不和我下人 老大 我们当电视 跟你一起穿越过来吧 谁知无量直接穿越到朝堂之上 被那这事给吓到了 一时半会儿也不是怎么回事 手又难忘了 瞧你这火轮糖的 这么大雨 你也没个伞 赶紧给我报到去 走 老大 等等我 小姐 我来报到了 这几位是 小姐 我这是满一赠三啊 满一赠三 对呀 这位是小黑子小白子小起子 从今以后都为炎府做事 但 您只需要付我一个人的工资就行 哎 这个小白子和九千岁长得好像啊 他呀 他是模仿秀 模仿秀 好多人 都这么说啊 打今天起 小三子负责给小姐跑腿办事 小白子 负责 厚厨彩吧 小起子 负责 厚厨卫生 你们要见了小姐和老爷要弯腰行李 其他的 一切都在听我的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你 听明白了吗 嗯 你说什么 有手有小 你能干什么你 陪你扫我 你 啊 从小到大 没人敢挣穿我 我可是暗夜他住 我要住 我要住 我要住你小祖 住我你小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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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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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